我們來看第九題 甲乙、丙丁等七人 那你不要偷懶 那你把剩下三個人補齊 就是物己根 甲乙、丙丁、物己根 七個人 甲乙必須相鄰 那就把他綁一起 丙丁必不相鄰 那先丟旁邊 剩下還有物己根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些人來排隊 總共造成了五個空位 這五個空位再把丙丁放進去 這樣就會滿足我們的條件 什麼條件 甲乙在一起 丙丁不相鄰 所以我們先來看 因為甲乙必須綁在一起 你只能把他當成一個人 因為他們要如影隨形 這邊一個人 兩個、三個、四個 所以呢 先把這四個人排列是四階層 但是你不要忘記 甲乙兩個人可以互換位置 所以你要再乘以二階 那接下來 這邊還有五個空位 五個空位要幹什麼 要找出兩個空位 把丙丁放進去 所以還要再乘一個 P5取2 了解喔 我們整個題目的思維是這樣 這個四階 是代表這四個人在排列 這個二階呢 代表甲乙換位置 這個P5取2 代表五個空位 把丙丁放進去 四階是二十四 二階是二 P5取2是二十 所以計算一下 九百六十 這個是第九題